對於韓國瑜昨天下午 我宣布說要跟這個江啟臣 一同搭檔來競爭 這個立法院的政府院長的人選 那對此呢江啟臣是他昨天 就有跟ETTODAY新聞員證實了 他就說的確是有跟韓國瑜 討論過這件事情的 但是呢因為大家都在想說 會不會藍白河 藍白河嘛 所以呢江啟臣也說了 如果這個民眾黨呢 他們有推出人選的話呢 基於藍白河的前提 他就會將副院長一職的搭檔 優先的禮讓給民眾黨 推出了人選來促成在野大團結 韓國瑜表示他找來江啟臣 並肩作戰搭檔韓江沛 要攜手交證回歸 立法院該有的監督制衡角色 韓國瑜也說 他們需要實現立法院的在野大團結 才更能實現對800多萬選民 所做出的神聖承諾 因此江啟臣答應合作 但是仍然會以團結在野 共同監督為優先目標 只要民眾黨的朋友願意合作 江啟臣願意將副院長一職 優先給民眾黨推出的人選 來促成在野大團結 真正的讓民進黨感受到 六成民意的憤怒 而江啟臣也回應 會全力以赴為台灣民主 為監督制衡 為促成在野合作努力 讓國會變成全民的國會 據傳韓國瑜這次會突然出手 宣布韓江啡就是為了避免 國民黨的黨內分裂 因為黨內有一名爭議很大的立委 也想要爭取副院長一職 而對此韓國瑜的辦公室也做出回應了 對於韓江啡儀式 有部分的藍營立委表示樂觀其成 因為韓江兩個人有互補信 未來對於國會將會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也有另一派的藍委認為 這個消息太突然了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委員 想要角逐大位 對此保持保留的態度 而根據媒體報導 跟傳聞韓國瑜突然出手 是因為黨內有一名爭議很大的立委 也想要爭取副院長一職 還找上了黨中央討論 可能會造成黨內分裂 因此韓國瑜才決定先出手 甚至傳出韓國瑜如果沒有選上的話 可能會辭去不分區立委 而對此國民黨不予置評 韓國瑜的辦公室則表示 請大家以臉書消息為主 而對於韓江配的組合 大家又是怎麼看的呢 有不少藍委表示他們樂觀其成 因為兩人具有互補性 對於未來的國會 將會很有加分的效果 不過也有藍委認為呢 消息來得太突然了 不曉得有沒有其他人 也想要角逐大位 對韓江配保持保留態度 立委洪孟凱表示 韓江兩人有互補性 江啟成也是四屆委員 以這個資歷也是資深立委 而江啟成具有國際視野 也曾擔任黨主席 相信絕對有正副院長這樣的高度 這樣的組合絕對是完美組合 他樂觀其成 而新客立委廖先祥提到 從之前藍白河的經驗可以看到 國民黨確實不能乾等民眾黨的回應 國民黨需要提自己的人選 民眾期待立法院有制衡的力量 民眾黨也有這樣的理念以及共識 歡迎一起與國民黨來推動 而至於韓江配廖先祥樂觀其成 江啟成是終生代非常優秀的人選 對於國民黨的形象也很加分 不過立委王洪威就表示 這個訊息來的有點突然 目前不確定黨內或是民眾黨 是否還有其他人希望繳筑 而立委謝一鳳也說 此消息來的太突然 似乎對於韓江配的搭配保持保留態度 那現在韓江配呢 其實可以說是確定了成型 不過起初藍營傳出有意藍白河 因此也有推出韓昌配 不過隨著韓國瑜在18日在臉書上面表態 要與江啟成一起搭檔角逐大位 因此韓昌配因此就像是形同破局了 不過資深媒體人黃偉翰就指出 其實黃國昌在受訪的前一天 就直言不可能 黃偉翰在臉書發文指出 早在韓國瑜尚未公布韓江配以前 黃國昌就在專訪時表態 不可能韓昌配 意思不是藍白不可能合作 而是即便達成合作的共識 去搭檔的人也不會是他 黃國昌 因為他進去立院是為了質詢提法案 有很多事想做 我去坐在那邊主持議會幹嘛呢 至於有沒有簽下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只當兩年的承諾書 黃國昌說當然有 所以兩年之後 將首諾離開立院 不排除參選市長 但目前尚未決定哪個縣市 因為眼下首要之物是重回立院 改革國會 希望能夠進財政 或者是司法法治委員會 由於韓江兩個人都表態說 如果民眾黨願意合作的話 願意讓出這個副院長一職 其實對此呢民眾黨也發出聲明了 他們說期待兩大黨具體的回應 他們所提出了四大訴求作為參考的依據 他們還說本黨不會與個別的候選人 私下協商或者是利益交換 韓國瑜表示他找來張啟成大黨韓江沛 但是他們也清楚 需要實現立法院的在野大團結 因此他們將會以團結在野共同監督 唯一優先的目標 只要民眾黨的朋友願意合作 張啟成願意將副院長一職 優先給民眾黨推出的人選 對此民眾黨就聲明 民眾黨已經提出了多項國會改革訴求 期待兩大黨推派有意願參選 立法院政府院長參選人 來具體回應本黨所提出的四大訴求 來作為後續的參考依據 本黨不會與個別的候選人私下協商 或者是利益交換 而根據了解民眾黨目前傾向不選邊站 想要自行推派政府院長人選 但是也不排除棄選 或者是不參與投票 而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可建民就說 如果民眾黨選擇投自己人的話 就等於保送韓國瑜 而對於韓江沛他們的對手 民進黨又是怎麼看的呢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表示 自己四年前呢 曾經提出國會聽政權的休閒案 卻沒有獲得民眾黨的支持 是誰在打假球呢 他反嗆民眾黨 想要投給韓國瑜就大方一點 不要再拿國會改革 黨左遮羞部 林俊憲表示 今天國民黨正式推出了正副院長的人選 毫不意外院長果然是韓國瑜 既然兩大黨都不過半 以後立法院是不是要下午才能開會的決定權 就落在了民眾黨手上 不過他們想的不是國家顏面 而是如何為自己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拿4點國會改革當黨鍵盤不表態 但他要問 改革當然正確 可是民眾黨4年前為什麼不支持呢 民眾黨4年前為什麼不支持呢 我們 ned 我告訴你 呢 呢 好